近日由英國主導的波羅的海保護者多國聯合演習 在愛沙尼亞繼續進行 來自9個國家的3000名軍人和17艘艦船參加 該演習從5月底開始 6月曾在立陶宛舉行 當時距離俄羅斯加里寧格勒州不到50公里 目前北約海上威風2019演習正在黑海舉行 恰好在俄羅斯加門口一南一北叫囂 而我們更關注的則是 英國在演習中出動的海神之子號船物登陸艦 2018年8月31日 就是這艘英國皇家海軍目前最大的 2萬噸級海神之子號船物登陸艦 擅闖中國西沙群島領海 隨即遭到中國海軍警告並驅離 現在又跑到俄羅斯加門口 繼續碰瓷炫耀武力 據報導 波羅的海保護者演習 是英國領導的聯合遠征部隊 海上任務組的首次部署 也被認為是英國皇家海軍 一個多世紀以來 在波羅的海地區最大的一次部署行動 有報導稱 這次英國針對俄羅斯清晰地發出信號 北約將更自信地面對俄羅斯 不過軍事觀察人士表示 往往這樣大張旗鼓的表現 其實都是非常不自信的表現 再次回到網路了 海外地區最大的依靜 是英國中華民族 是英國中華民族 最大的依靜 都是英國中華民族 是英國中華民族